1979年对月自卫反击战法起后,东线解放军广州军区指挥部,制定了宏大的战役方案,要以装甲部队和步兵相结合的方式,搞南北对劲,大穿插,大迂回,大包围, 全坚高平地区月军步兵346师及地方军万余人,三天左右结束战斗,打一个大的歼灭战,这个战役方案的关键环节是,北县广州军区第41军121师,123师实施内外双重穿插迂回,依据截断高平守敌西退南逃的道路,并阻击前来增援之敌,配合南县部队和为歼灭高平之敌, 其中121师奉命以轻步兵徒步穿插的方式,从山地丛林中辟路前进80公里,规定于12个小时内穿插到位,完成预定任务,1979年2月17日普小,全县总攻打响,第41军121师迅速撕开边境口子,各部分路出境,形成数把尖刀, 勇猛向高平西侧插去,然而途中艰险重重,既有越军层层拦截,又有高山满林河流阻碍道路,加上低情不清,道路不熟,民情多变,该时遭遇了极大困难,穿插过程中有不少单位遇到袭击,掉队和迷路,失散,伤亡较大,严重耽误时间,却无休整收拢时机, 只能抬着伤员不顾一切向前猛进,就在这一期间,121师预备指挥所率领步兵一步于事后勤前梯队,夜行指挥包铁矿山时,突遭越军特工和民军袭击,战斗失利,伤亡三百余人,丢失大批资重物资,铸成一个沉痛的教训,后来检讨,之所以会发生这次战斗失利,主要原因是三次不应该的失误, 第一次失误,地图出问题,错盼道路,战前部队下发了一张新印的广西南部及越南北部交通图,上边标示有一条新修的简易公路,可从通农县城通向要点棕梅,三龙,实际上,根本没有这条新路,除了通农就是一个岔路口,往左的大路通向安乐,往右的小路通向棕梅,没有第三条所谓新修公路, 结果,121师先投部队由师指挥所直接指挥,走右边小路,顺利插到棕梅,而后续部队有不少选择了走左边这条大路,越走越远,有的中途弄清楚了赶快掉头往返,有的弄不清的就一条道走到黑, 2月18日中午,121师预备指挥所率领步兵一个排到达通农县城,后边还跟着师后勤前梯队七百余人,他们在这里会合了留下警卫的步兵一个营,共同出发追赶施主力,除了通农后就来到岔路口,不知道该往哪边走, 预指手掌和参谋人员研究来研究去,最后决定根据地图指引,走左边那条大路,于是,这先鱼人的队伍,就走上了一条错误道路,第二次失误,中途回反,疏于警戒,一直走到天黑了,途中遇到友军,疑问才知道走错路了, 预指手掌非常着急,立即命令后队转成前队,赶快返回通农厂路口,这大队人马慌慌张张往回走,天色漆黑,大路两侧都是连绵的山地,一旦遭到敌人袭,即可不得了,然而干部战士和民工罗马连续行军两天多,已经人困马乏,精神懈怠,加上头一次出国作战,经验不足,平时训练也不够, 根本未能进行有力组织,更无遭到敌人袭击的应对预案,就是成行军队行摸黑走夜路,快到午夜的时候,队伍走到一个叫魁包的铁矿山附近,这一带是一条狭长的山谷,地形非常不利,然而全队缺乏警惕,没有战斗准备,还是静止往前走,等预指手掌带着步兵主力,率先通过山亚口后,走在中间的后勤前梯队,突然遭到埋伏在两侧, 可山上的越军特攻及民军一步袭击,厄运来了,第三次失误,应对无方,突然挨打,后面的队伍遭到袭击后,前方的步兵本应立即返回救援,全队捏成一股坚决向敌人反击,消灭敌人或者突围冲出去,就像电影《芳华》中那样,流风率领的运输队,也遭到越军袭击,受到较大损失, 大干部带头,临危不惧,勇猛反击,最后还是压倒了敌人,取得了反伏机战斗的胜利,令人感到遗憾的是,遇到突发情况时,无论是预指手掌还是先头步兵,都未能表现出果敢的决策能力和坚强的组织战斗力,不但没有返回救援大队,反而顾着自己突围,往前猛冲,离山谷越来越远, 走在全队最后的还有一个连步兵,听到枪声后立即掩护队伍往外冲,但现场情况太混乱,山谷里的后勤大队伤亡惨重,幸存者四下乱跑,完,全失去了组织,结果这个连步兵也被冲散,无法组织有效的救援行动,只好各自突围,就这样,经过前后三次不应该发生的失误,终于筑成一次严重损失和沉痛教训, 解放军多年内战,没有经验,遇到触发情况,一旦组织不够坚强有力,就会出现种种后人难以理解的失误,最后,想在对于自卫反击战中,光荣现身的烈士们,致以崇高的敬意。 感谢观看